我们就产生了一个reout 你会发现reout的三个步骤 就是activity 这个我已经写上去 然后uncreate的方法 然后再来就是setContainView 三个东西要加上去 那再来呢 特别注意 产生了一个reout之后的话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新增一个新的activity的话 必须要怎么样呢 要注册 注册的话 特别注意 就跟你家里出生一个小baby 你要怎么样呢 要登到户证单位去登记 不然的话 没有这个人口 所以呢 一样activity 产生之后的话 那你要去登记 去哪边登记呢 在manifest里面 点两下 打开来之后的话 就可以在这个application application里面呢 预设一定只有一个 特别注意 它这个score 在底下 藏在这 预设只有一个 它只认得哪一个 这个score 为什么score大写哦 它是一个activity 只有一个 那如果要加第二个怎么做呢 add一下 选上面一下 上面会出现一个什么 activity 按确定 然后呢 它会问你说 你的activity在哪里 name 所以在这里有没有 XX 不让我试一下 然后它会搜寻 帮我找到呢 有没有第二个出现 有的话呢 你就找到这个 对不对 按一个realt 按确定 然后呢 记得套用的话呢 请你在这边点一下 它才知道 有第二个activity存在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都是一样的方法 OK 所以登记的方法 是从这边做 然后呢 直接按一个save 也是让save一下 这样子就完成登记 那它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其实就在manifest的档 这个就是它xml里面 它其实就是在这边 增加这一行而已 刚刚做的动作 当然呢 有些书里面就是给你画面 叫你key上去 那你用key的 跟用图形画界面 反正结果都一样 它只是自动帮你下这一行 书里面就是给你这一行 但是特别注意 我们最近遇过一个问题 就是说 像manifest这个设定的画面 如果你是用那个4.sdk 用4.0以后的版本 这个地方会故障 会出状况 会打不开来 没有东西 那原因不明 到目前为止 也没看到有解决方案 所以为什么我会教各位 先用2.33 因为这个原因 目前还没有被解决之前 你如果用4.几的话 你只能怎么样 跳到这边自己打一行 这个画面会出不来 不幸的话 你们回去用4.几的版本 这个是没有的 如果你有解决的方法的话 请再提供给我 因为目前也是5减 所以我目前 就暂时就上课的话 就没有叫同学用4.几的版本 不然很麻烦 但这里的话 教学生自己要key 有些人会觉得很麻烦 就会觉得想放弃了 OK 那这里的话 请你在这边登记 在manifest 记得打开来 add一个 然后browse就出现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